国防部部长因为副总统府参加 专案会议不克出席 所以由副部长博宏辉先生带领 原本要来委员会背询的国防部长顾立雄 临时取消找代打 正值没选开票时期 突然要和陈锋开会 时机点很敏感 委员所说的 谈不然要跟美方多谈判 我们的需求 当然 你的决心要让大家看得到 我们的决心绝对是我的防卫需求 绝对不是因为人家强制推销给我 我们台湾在国防的立场 自我防卫的决心是永远不变的 国际的情况和现况的大选情况 我们持续关注 毕竟川普曾说 要对我加收保护费外 若是真由他胜出 国防预算要提高到GDP的10% 粗算就是2.6兆 就怕排挤到其他预算 而除了军购 面对没选后的局势 国安局当然也无法置身事外 确实是全新局面 只是民进党也不忘提醒 美选也是中共认知 作战一环 美选结果世界关注 台湾议题也是美国两党攻防焦点 我国防国安单位总得各种杀盘推演 第二期视频 谢谢我们专业台北参谱 本期溜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打赏 转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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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发 打赏 转发 转发 ู turtle Jas tamb Harvard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